那除了向银行借钱 公司呢或者企业呢 也可以向社会公众 通过发行债券的方式 来获得这些资金 那向社会公众发行呢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们一般老百姓啊 也可以参与进来 个人也可以来买 你通过买债券的方式呢 就相当于你是把钱借给了企业 就像我们一般老百姓 我说我买国库券 国库券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买了的话呢 意味着我把钱借给了国家 那你买企业债也好 公司债券也好 意味着你把钱借给了公司 借给了企业 那这种债券呢 往往上面会约定一段时间 这个时间如果是小于一年的话 那对于企业来讲 就意味着什么样 是他短期借的钱 我们用一个账户叫做交易性金融负债 来反映这么一个情况 如果这个期借超过一年以上 那我们给他取另外一个名字 叫做应付债券 这么一个账户来反映 这个债券的一个情形 那债券在发行的时候呢 可能会有好多种情况 因为债券它上面往往会列明什么样的 我借100块 100块呢 我一年以后还本付稀 付利息呢 有一个利息率 那这个利息率呢 是一个票面利率 那票面利率可能写了8% 可能写了7% 但是呢你会发现很多时候 市场上还有一个实际利率 意味着什么样的 意味着哎 我在市场上真的要去借钱的话呢 你7%人家不愿意借给你 你可能需要10%来借给你 那就会存在 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不一样了 那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中间有差异 那这个时候就给咱们做会计记录就带来了一个挑战 那这个挑战就是怎么样 你如果是票面利率等于市场利率 这个事好办 就叫平价发行 那平价发行呢 就是你借了多少钱 那就算多少钱 但是呢 很多时候是怎么样 可能会出现票面利率超过了市场利率 你票面上写的 我借你100块啊 约定的利率是说 我一年以后还你109块 这个票面利率是9% 但是现在市场上怎么样 现在市场上如果你要去借 你说7%就可以了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票面利率超过了市场利率 那这次在发行的时候呢 就出现了所谓的溢价发行 那与它相反的 就是所谓的折价发行 你票面利率 说我只给你付6%的利息 但是市场上说 我有10% 人家才愿意借给你 那如果是票面利率 跟市场利率不一致的时候 就会出现问题 就是什么问题呢 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票面利率超过市场利率 那意味着什么呀 意味着大家愿不愿意都来买呀 那一定愿意来买 对不对 因为一般你借给一般人 只能借8%只能拿8%的利息 而如果借给这个公司呢 你能拿10% 那多了2% 那你肯定愿意呀 那愿意 但是你要注意 这个里面有个利差出现以后 那意味着大家都会抢 抢的时候呢 意味着你100块还能不能买到呢 不见得能买得到 那可能就得要变成超过100块 才能把这个债券给买回来 就像咱们买国库券 国库券是啊 那这个利率是比较低 但是咱们要去买都排队 都买不上 是一个道理 那我们来看个例子 你像这家公司 西兆公司呢 它发行面值100块的债券 1万份 金额呢 合计大概就是100万 票面利率它写8% 五年期利息每半年支付一次 那它在这个时候发行的时候呢 市场的利率是6% 那表明什么呀 表明你 你现在借给它的话呢 能够远远超过市场 两个利率的百分点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想 你票面面值是100块 那你能不能以100块来买到呢 肯定买不到了 因为大家都愿意要 要这个债券 因为它收益高嘛 对不对 多了两个百分点收益 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抢 抢的时候它的价格就会上去了 所以它的发行价格就变成了 108块5毛 好那你注意 这108块5毛 这给了谁了 给了企业了 所以这一项资金运动的一个结果 就是企业拿到了一些存款 你这些债券的购买人把钱给到了我公司 给到了多少呢 每一份是108块钱5毛 你乘以1万份 就意味着你拿到的是108万5200块 这是资金的使用结果 但是资金的来源是什么呢 资金的来源是你 债券的持有人借给公司的 那借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有点区分清楚了 因为你面值是100块钱一份啊 那意味着你这个债券面值 合起来是100万 但是你现在手里面拿到了是多少 拿到了是108万5200块 那多的这8万5200块是什么呢 也是债券的持有人借给企业的 但是它和面值就有所区别了 那这个差异呢 我们把它归结为利息的调整的因素 在应付债券这个账户后面 再给它一个明细 说明8万5200块 这是利息调整 那这样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借的这笔钱 108万5200 它的来源是由两部分构成的 一部分呢是应付债券的面值 另一部分是由利息调整的部分构成 那这是什么样 这是溢价发行的情况 那折价发行 那跟它正好反过来 那我们来看看折价发行的情况 那这同样对于东升公司 它要发行这个票面利率8% 期限是三年的 一千万 那发行的时候市场率是10%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 我现在在要在市场上 把钱借给别人 我有10%的回报 但是你这个企业 我如果借你这个企业 我只有8%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你愿不愿意借给它呢 很多时候你可能多半不愿意借给它 不愿意借给它呢 也就意味着大家的积极性就不高了 那意味着这个债券可能就要打折 打折了情况下 我才可能买 那如果它的实际发行的价格呢 是950263块的话呢 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最后这个企业 虽然它想要通过债券里面拿到100万 但是它拿不到 因为大家 因为它的票面利率比市场利率低 它实际能借到的钱是什么 950263块钱 这是它资金的使用结果 那资金的来源呢 那你可以看到 资金的来源是由 债权人提供了资金 但是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 你面值是100万 那意味着什么 人家拿了你的债券 到时候到期三年结束以后 你18年到三年是2021年 那个时候你还钱的时候 你是还多少 公司是要还100万给你的 给债券的持有的人 所以这个义务呢 意味着是100万的义务 债券能提供了100万 但是企业实际拿到了多少资金呢 只拿到了950263块 那中间差的这49737是什么呢 它就构成了义务的一个清偿的部分 我们叫应付债券利息调整 只不过我们把它作为了资金的使用结果 也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相当于我现在已经提前把这个钱给怎么样 还给你了 我从你身上没有拿到这么多钱 所以你把应付债券 你可以看到资金使用结果是49737 而资金来源是100万 那他们俩 左右一减 借方和贷方一平衡 它剩下来就是资金提供方只有950263 那我们为什么要把它做成这么复杂 调整成这样呢 这是因为面值它代表的含义 和利息调整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 我们需要把这两从不同含义的信息呢 分别展示 那当然你也可以混在一起 但是混在一起呢 那最后你还钱的时候 你就搞不清楚 我到底应该还多少 那这是债券你发行的方式 融资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这地方呢 大家就要意识到 它对我们在做记录的时候 对于负债的记录 就有一个挑战 挑战就在于我们要怎么样来对待 票面利率跟市场利率中间有差异的情况